根據北京大學海洋研究院南海戰略泰勢感知計劃平台 在推特公布的資訊 美國26日派出P-8A反潛機從日本起飛 在下午1點50分左右飛抵台灣防空識別區後 轉朝中國方向飛行 該架P-8A距離浙江福建交界一帶的領海機線只有41.3海里 隨即折返 成為美國軍機近海偵察最接近中國的一次 幾乎同一時間美國另一架EP-3E電偵機從台灣南部空域起飛 經由京巴士海峽飛入南海上空 在下午2點23分左右飛抵來福建南部 距離中國領海機線僅57.54海里的上空之後返航 分享全球各國軍機動態的Corsai-CANUK-78 到於26日在推特發布微軍EP-3E電偵機由呂宋海域朝南海飛行的信息 對此有中國民眾27日在微博發帖說 今日大動作在公共場所張貼聽到警報後如何做快速進入人防工程戰時 人民防空知識等空襲告示 都有網友說上海市重江區長陵區在本月22日已經舉辦 臨戰人口疏散接收安置行動演練 而本月24日上海市清浦區靜安區都舉辦了相同的演練 將A地的居民集中到B地安置 7月以來美軍已經速度派遣戰機進入南海徵守 包括在13日、15日、17日、21日和22日都派遣空軍E-8C監視機在南海上空執行任務 尤其中共軍隊於7月25日至8月2日在廣東的雷州半島進行軍事演習 美方頻頻徵守、外界解讀此舉是為了知己之彼 針對近來中美關係急動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 日前接受人民日報海外版旗下微博帳號 《合客島》採訪時表示 中美建交的前三十多年期間 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是接納 並對中共政府抱有希望 但現在美國人已經清楚 過去的政策並不能使中國變成美國所希望的國家 現在美國已經放棄了這個念頭 中美關係現在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他提醒說 一旦美國對中國有了新的判斷 其對華政策必然發生側的變化 沒有低估美國針對中共的決心 他還提到 與雙方關閉大使館相比 南海問題更加不可控 容易拆槍走火甚至爆發局部戰爭 增 Travis 有過一旦 我們在歸雙方關閉大使 網路卻 對打伯瘡 中國有什麼 我們在可算